我的世界 第五册 白色军团 第一章 农场被毁了 史蒂夫回到自己的小麦农场后 发现田地都被毁了 曾经庄稼茂盛 生机勃勃的农场现在成了一片荒地 一只牛正在史蒂夫的农田上悠闲地吃着草 他在农场四处查看 看能不能找到哪怕一根胡萝卜 或是一个土豆 可惜 什么也没有 一定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 把他的庄稼都毁了 亨利看了一眼还在田里 咀嚼着所剩无几的小麦的牛 说 史蒂夫 那些牛肯定是你在离开后出生的 看上去也像是几只苦力怕在麦地里爆炸了 路西看着被烧毁的草坪说 你需要建道围墙 麦克斯建议 前不久 史蒂夫离开家去解救自己的寻宝猎人朋友 亨利 麦克斯和路西 他们被邪恶的彩虹破坏者困在了废弃的神殿中 现在史蒂夫和自己的朋友好不容易回到了农场 史蒂夫的两只豹猫 瑙瑙和莫莉 还有他的狗鲁福斯跑来迎接他 但是这种情形下的团聚让史蒂夫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路西发现史蒂夫有点沮丧 便安慰道 我们可以帮你建好灰墙 我有办法不让动物踏进你的草坪 没有了小麦和其他庄稼 我根本没有东西可卖 我们探险回来后 我背包里的东西基本上所剩无几了 现在怎么补充装备啊 史蒂夫问道 我们可以卖掉在废弃的神殿中找到的宝藏 麦克斯边说边打开宝箱 从里面拿出了几颗钻石 钻石很珍贵 它们能换到的东西比一堆小麦 胡萝卜或是土豆多多了 路西看了一眼宝箱 从里面拿出了几颗绿宝石 亨利则不同意麦克斯的提议 他建议 没错 我们是可以卖掉钻石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苦力帕 就能用它榨树 弄点木头来建围墙 这样就用不着卖掉我们的宝藏了 这主意不错 麦克斯说 但是我觉得就算榨掉树木 木头也不够用 那就用苦力帕榨树 先做斧头 然后再用斧头砍树 这样就能建造又高又坚固的围墙了 亨利告诉大家 但我们去哪儿找苦力帕 路西问道 现在天色上涨 呆等到天黑了 苦力帕才会出来 每次我看到苦力帕就吓得半死 现在我们真要去主动招惹他们吗 史蒂夫对大家说 他不知道亨利的办法到底可不可行 现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又有一头牛踏进了史蒂夫的农场 开始啃食剩下的一点青草 他低下头 又吃掉了最后一点小麦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路西说 不然你的小麦农场就保不住了 史蒂夫在自己的背包里寻找木头 但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时 太阳落山了 太好了 黄昏了 现在正是寻找苦力帕的最佳时间 亨利对猎捕苦力帕的行动兴奋不已 史蒂夫看到远处有一只苦力帕 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大家 但是其他人可不像他这样犹豫 苦力帕 路西打架着 我们得把他引到树边 麦克斯说 大家带上武器 向绿色快转的苦力帕迅速冲而过去 别让娜娜和莫莉过来 棒猫会把苦力帕吓跑的 大家靠近那个凶神恶杀的怪物时 路西提醒道 史蒂夫紧握手里的钻石剑 梯房四周可能埋伏在暗处的体对生物 亨利和麦克斯冲苦力帕跑过去 把他引向了大树 麦克斯拿出了弓箭 瞄准了这个长着黑眼睛的怪物 滴答 滴答 碰 苦力帕爆炸了 顺带着炸毁了附近的一棵树 麦克斯走到稍糟的树边 捡起了地上的原木 我觉得这些木头至少可以做两把斧头 你们看到其他苦力帕了吗 不惜问道 麦克斯举着火把 照着远处说 没有 我什么也没看到 小心 亨利对着大家喊 僵尸 一群绿眼僵尸朝着史蒂夫的家门口 慢慢走了过去 天哪 不 史蒂夫大喊 他们把我家的房门 硬生生地拽了下来 一个僵尸猛击着房门 把门撞到了地上 另外两个僵尸跟着他进了史蒂夫的家 看来我们需要再弄点木头 麦克斯说道 这样不行 下次我得做擅铁门 要不是托马斯毁了我的房子 让我的装备都没了 我也不会做木门 我得阻止僵尸 不能让他们再搞破坏了 史蒂夫朝着房子飞奔过去 晚上出去就会这样 路西边说边跟着史蒂夫跑 今晚出来可不是我的主意 史蒂夫便解答 你们看到几个僵尸 在史蒂夫的屋里走来走去 他们在寻找攻击目标 可惜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僵尸走进屋里 麦克斯拿出剑 射中了一个僵尸 不过他没把他射死 史蒂夫拿着自己的钻石剑 向僵尸发起攻击 他刺中了其中最弱的一个 一剑消灭了他 路西 亨利和麦克斯 纷纷拿出他们的钻石剑 开始向僵尸对抗 亨利刺中了一个僵尸 麦克斯和路西围堵另一个僵尸 用剑消灭了他 这场僵尸大战总算结束了 房门没了 我们怎么在这里睡觉啊 史蒂夫边问边在屋里走来走去 检查僵尸对他的宝贝房子做了什么 看来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门了 路西环石的一周 对史蒂夫说道 史蒂夫的房子的墙上镶着绿宝石 门坏了是个大问题 你们看看现在门口爬的是什么东西 史蒂夫说 他们回头一看 只见门口有四双红眼睛正盯着他们 蜘蛛 亨利向门口冲去 用力攻击第一个蜘蛛 一下子就把他削片了 麦克斯 路西和史蒂夫也拿着剑攻击蜘蛛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史蒂夫一边检查掉落在地上的猪眼 一边感叹 太好了 是猪眼 路西说道 我们可以用它熬制药水 亨利站在门边上 查看外面还有没有敌对生物 别担心 他对大家说 天快亮了 这些怪物很快就会离开 史蒂夫很累 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 你说的没错 史蒂夫说道 或许刚才的蜘蛛就是最后一波怪物了 麦克斯点着火把放在史蒂夫家的墙上 他们看着窗外 时刻准备着对付靠近房子的怪物 今晚 应该没事了 亨利说道 我们可以睡个安晚觉了 如果你们想睡的话 我来守夜 我现在还不累 史蒂夫松了口气 他已经筋疲地劲了 谢谢 他疲惫地看着亨利感激地说道 史蒂夫 路西和麦克斯正打算去睡觉 这时一阵呼唤声从眼中传来 救我 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好 是凯拉 游戏说完 大家便一同朝着凯拉家跑去 第二章 老朋友来了 大家迅速跑去帮助凯拉 他们到的时候 只见凯拉身穿盔甲 正跟两个蜘蛛骑士打得不可开交 两个蜘蛛骑士真是难以想象 亨利虽然担心凯拉 但还是被眼前海剑的场景吓得目瞪口呆 凯拉中了窟窝一箭 眼看着骑龙骑着蜘蛛 向他的剑鱼 亨利用钻石剑刺中了蜘蛛 消灭了他的实力 直到把他消灭 凯拉 你没事吧 史蒂夫问道 凯拉想要朝房子快速跑过去 但他做不到 因为他的能量值已经低到不行了 把他喝了 露西给了凯拉一剂治疗药水 你会感觉好一点 凯拉喝了药水 觉得身上有了点力气 谢谢伙计们 真不敢相信 我竟然遭到两个蜘蛛骑士的龙石攻击 我知道 这简直难以置信 亨利说道 我本来打算睡觉 但是警报响了 我想肯定是附近有敌对生物出谋 我穿上盔甲 以为遇到的会是僵尸或苦力怕 结果 当我走出去的时候 竟然看到两个蜘蛛骑士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 我真的不敢想会有什么后果 凯拉很高兴自己有史蒂夫这样的邻居 每次他有危险 他都会出现 他知道史蒂夫这个人靠得住 我们刚刚也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路西跟凯拉讲了蜘蛛 僵尸和榨树的苦力怕的故事 不过 用苦力怕榨树是我们的主意 我们想在房子周围建造围墙 史蒂夫说 为什么 难道你不欢迎邻居来你家了吗 凯拉说 不 我是不想牛和苦力怕 继续破坏我农场里的庄稼 我当然欢迎你来我家做客了 史蒂夫告诉凯拉 我们建好木头围墙 会在上面放块地毯 这样人们可以跳过地毯进来 但是怪物却做不到 路西说 没错 在围墙上放块地毯 要比开着围墙的门好得多 史蒂夫补充道 说到围墙的门 一个僵尸还把史蒂夫家的大门声声拽了下来 我们必须修好它 麦克斯说话的时候 太阳从他的身后升了起来 黎明终于来了 我们安全了 路西欢呼道 他要抓只鸡 烤给大家吃 睡不成觉 东西还是得吃的 吃了东西才有力气建围墙 还要修门 麦克斯补充说 路西看了一眼翠绿的麦田 就出去抓鸡了 他抓了几只鸡回来 开始准备丰盛的脚餐 这时 其他人也回到了史蒂夫的农场 一起砍树 为木头围墙做木板 期间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 吃了烤鸡 我觉得我们天黑前 就能把围墙建好 亨利看了看背包里的木头说 别忘了修门啊 路西说完啃了一口肌肉 大家把木头板粘在一起做成围墙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工作完成的比他们想象的快很多 他们觉得围墙够高了 肯定可以抵挡怪物和动物 保护装甲 闹闹 莫莉和鲁夫斯趴在一边 看着他们几个修建围墙 听到闹闹的叫声 史蒂夫回头望了一眼 有人来了 史蒂夫告诉大家 只有陌生人过来 闹闹才会叫 亨利和麦克斯拿出各自的钻石剑 说不定是破坏者 亨利看到远处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你确定只有陌生人来了 难道才会叫 路西问道 他想快点建好围墙 修好门 看 麦克斯发现远处有人正朝着他们走来 不是陌生人 卡拉欢呼道 是乔治亚 路西冲着他们的老朋友跑去 乔治亚走进麦田 自从蘑菇岛的建筑比赛结束后 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乔治亚 你怎么会在这儿 史蒂夫问道 看到自己的朋友 乔治亚也很兴奋 不过只有看起来如此 因为他的能量值已经很低了 路西给了他几块肌肉补充能量 这一路走了太久 我还以为没法活着来到这儿的 乔治亚饿得连话都说不出了 吃了块肌肉 他的体力才开始恢复 你住在哪儿 亨利说 我住的村子离这儿很远 要经过平顶山和花朵森林才能到这里 乔治亚回答说 的确挺远的 史蒂夫说道 他只听说过著名的花朵森林和里面漂亮的郁金香 但从没去过 我不得不来找你们 因为你们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人 乔治亚说 我们 史蒂夫问道 我的村子遭到灭顶之灾 乔治亚看着大火 之前 你们成功挽救了建筑大赛 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战士 你们是我们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史蒂夫不敢相信乔治亚竟然叫他们战士 他看着朋友们 知道他们必须帮助乔治亚和他的村子 我们会帮你的 史蒂夫说道 你的村子到底怎么了 露西问道 话还没说完 乔治亚就嚎啕大哭起来 第三章 白色军团的故事 乔治亚跟大家讲了村里发生的事 每天晚上 一群骷髅就会跑到村里攻击我们 打破了村子里原本的平静 我和朋友们一直在尽量保护村庄免于骷髅的攻击 但效果微乎其微 太惨了 露西说 史蒂夫跑到自己的箱子边上 打开箱子 拿出自己的盔甲和钻石剑 他穿上盔甲 又快速回到了队伍中 我们必须拯救乔治亚的村子 大家快点做好准备 其他人在背包里装好战斗必需品 准备跟着史蒂夫向乔治亚的村子出发 开始一段长途跋涉的旅途 天开始暗下来 我们现在不能走 史蒂夫制止道 晚上行动会消耗掉我们所有的能量 我们得等天亮再走 露西发现远处有只苦力帕 他立刻拿出弓箭 咔 碰 我们现在得上床睡觉了 凯拉说 但是房子没有门 史蒂夫看着自己的房子说的 乔治亚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放弃了修复房门的计划 去我家吧 凯拉说 于是大家快步向凯拉家走去 快到凯拉家的时候 他们发现两个墨影人站在门口 手里还拿着砖块 紫色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光 不要看他们的眼睛 史蒂夫警告道 警告还是晚了 亨利一不小心和一个墨影人对视了一下 墨影人张开大嘴 准备攻击 亨利拿出钻石键 就在这时 墨影人尖叫着 瞬间移动到了他面前 把他引到水边 史蒂夫大声对亨利说 亨利向岸边跑去 他听到墨影人尖锐的叫声越来越大 他全力奔跑 但是墨影人的声音震耳欲聋 水岸太远了 他没法跳到水里逃脱 亨利转过身 一箭刺激墨影人的身体里 虽然刺中了胸口 他却没能杀死这个强大的怪物 亨利又刺了墨影人一箭 墨影人只是晃了晃 接着又向亨利扑来 就在这时 麦克斯提着一桶水快步跑向亨利 他把水泼在墨影人身上 终于消灭了这个黑兽黑兽的怪物 谢谢你 麦克斯 另一个墨影人呢 亨利问答 凯拉泼了他一桶水 把他消灭了 再去往凯拉家的路上 麦克斯对他的朋友说 亨利走进凯拉的房子的时候 发现其他人都不见了 人都去哪了 他们去睡觉了 我们也得睡一觉 明天启程去乔治亚的村子 麦克斯告诉他 突然 史蒂夫大叫着从凯拉家跑出来 小心 伙计们 有僵尸 麦克斯和亨利拔出钻石剑 准备和僵尸战斗 今天打的仗已经够多了 快叫醒其他人 亨利冲着史蒂夫大喊 麦克斯伸手脚剑 与三个僵尸战斗 但就算是剑术大师 恐怕也难以抵挡这样的进攻 凯拉 路西和乔治亚也加入战斗 提剑刺向僵尸 乔治亚只有一把木剑 我的钻石剑在来的路上被破坏者透了 太糟了 路西一边拿着锋利的钻石剑刺向僵尸一边说 我们会给你做把新的钻石剑 再给他附魔 回村的路上 你会用得着 还剩三个僵尸 麦克斯拿出自己的弓箭 瞄准这三个僵尸 把他们一个个都射死了 亨利看到后大为震惊 哇 麦克斯真是个厉害的战士 亨利笑着说 麦克斯 你能和我一起回到村子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要是没有你我会村民们肯定没法战胜骷髅 乔治亚接着说道 史蒂夫听到朋友们对麦克斯的赞美之词 他知道麦克斯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士 但是他还是担心骷髅的数量过多 大家应付不过来 史蒂夫知道他们必须帮乔治亚 但是他不想白负负负 无功而返 乔治亚发现史蒂夫忧心忡忡 便说 史蒂夫 我看得出你很担心接下来的旅途 没错 我担心我们会让你和村民们失望 如果我们拯救不了你们的家园 怎么办 史蒂夫边说 边在凯拉家门口走来走去 没错 露西说道 也许我们没法拯救乔治亚的村子 使他免遭邪恶骷髅的破坏 但要是连事都不是 我们怎么知道能不能做到 你也不能拒绝一个来寻求帮助的朋友呀 史蒂夫知道露西说的没错 我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 我觉得现在最要紧的事 就是帮乔治亚做一把钻石剑 麦克斯边说边打开自己的箱子 拿出两颗钻石递给了乔治亚 拿着这些钻石 我会帮你打造一把坚实的附魔钻石剑 乔治亚踏迟一劲 他不知道该如何感谢麦克斯的慷慨相助 钻石极为稀有 要找到钻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他竟然白送给他 还不求回报 史蒂夫拿出自己的工作台 开始和大家一起给乔治亚打造钻石剑 我们可以用这本魔法书 露西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 用凯儿的铁栈给钻石剑附魔 乔治亚挥舞着附魔钻石剑 兴奋地说 太不可思议了 这把剑比我之前的那把还要厉害 谢谢你们 几个人把剩下的装备集中在一起 为接下来的旅途做好了准备 一只只桌爬过了凯拉的房子 乔治亚跑了出去 用心钻石剑一下子集中了他 我从来没有在晚上这么兴奋过 乔治亚欢呼着 别兴奋过了头 我们得睡觉 为接下来的旅途做准备 史利夫说 他们终于可以睡觉了 房子周围已经没有埋伏的怪物了 史利夫走到凯拉家叔父的床边 一想到明天的冒险 他的心就跳得很快 他想象得出来 每天晚上那些村民是多么担惊受怕 他无法想象 之前他的朋友铁匠埃洛特和图书馆里员 艾弗利住在一个经常遭到骷髅攻击的村子里 是如何一次次从每晚的战斗中活下来的 史利夫深吸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必须变得强大 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那些村民 想着想着 他终于进入了梦乡 第四章 前往村子的途中 阳光照射之大地 史利夫一行人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离开凯拉的房子 经过史利夫家的时候 他们发现似乎少了什么 史利夫 露西大喊着 我们忘了给你的房子造门 亨利从他的背包中拿出铁钉 开始飞快地为史利夫造门 我知道要是让你自己设计门 就得再等一天 一谈到建筑 你就成了完美主义者 亨利打趣的 其他人也开始和亨利一起造门 他们得尽快完成 才好踏上旅途 亨利把门安在脚链上 你觉得如何 史利夫看着自己石头房子上的铁门 不错 从现在开始 只要走进家门 我都会想起你们几个 太好了 露西欢呼着 我们快点去乔治亚的村子吧 前面还有很多骷髅等着我们消灭 他们一帮人穿过了史利夫的村子 走过一片绿色的草坪 朝着村外的沼泽地走去 我讨厌沼泽生物群系 走过长满曼腾的橡树时 凯拉说道 为什么 乔治亚问 凯拉沿着河边走着 看到阴森森的水面上 飘着睡脸 沼泽地里有很多 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我很害怕那些史莱姆 他说 我们不用担心史莱姆 现在天还早 亨利说道 但我们得提防女巫 麦克斯指着不远处 一间女巫的小巫说 天哪 露西不仅大喊了一声 别担心 麦克斯说 里面应该没人 一只蝙蝠从他头顶飞过 太阳开始落山了 我们得在沼泽地里过夜了 凯拉颤抖地说道 他吓坏了 我们能不能快点把房子建好 他也不喜欢沼泽地 所以希望在空地上建个临时避难所过夜 我觉得我们没时间了 史莱夫大声喊道 这时一个女巫出现在小屋前 她穿着紫色长袍 双眼空洞发白 手里拿着一瓶药水 我该怎么办 乔治亚大喊道 麦克斯拿出弓箭 瞄准邪恶的女巫射了一箭 但是箭只射中了她的黑帽子 再射一箭 乔治亚大喊道 麦克斯又射了一箭 这一次终于刺中了女巫的腹部 但是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女巫喝了一瓶药水 突然变得更强大 速度也更快了 她迅速朝他们冲了过来 乔治亚拿出了自己锋利的新钻石剑 直指女巫 吃我一招 乔治亚边喊边刺向女巫 女巫向乔治亚撒了一剂药水 乔治亚瞬间就感到疲惫了 她对我做了什么 乔治亚问道 她竟然感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麦克斯又射了一箭 这一次刺中了女巫的腿 干得不错 麦克斯 女巫越来越虚弱了 哈利边说边拿着钻石剑 狠狠地刺了女巫一下 露西跑到乔治亚身边 给了她一些牛奶 很快你就好了 她刚给你下了毒 还好牛奶可以解毒 露西安慰她的朋友说 但女巫又喝了一口药水 迅速朝着凯拉和麦克斯冲过去 他们想要反击 但为时已晚 女巫已经把药水洒在她俩身上了 露西和史蒂夫拿出钻石剑 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 刺向了这个可怕的女巫 最终 女巫身上掉了一个玻璃瓶和一只猪眼 史蒂夫把他们捡了起来 露西则快速冲到了朋友身边 给了他们一些牛奶 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 凯拉问道 我动不了了 乔治亚走到凯拉和麦克斯身旁 说 牛奶真管用 刚刚我都动不了了 现在竟然好了 一只蝙蝠在史蒂夫脑袋旁边盘旋 这是不是象征着有别的女巫 很快又要来了 希望不是 麦克斯喃喃道 正喝着牛奶的他基本上张不开嘴说话 蝙蝠从满月上掠过 史蒂夫一行人站在原地 一边试着从女巫的攻击中恢复 一边考虑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这是什么声音 露西问道 我什么也没听到 亨利回答 噓 露西说 听 一伙人都没出声 难道你们听不到吗 露西再次问道 噗通 噗通 碰 附近的山洞里隐隐传来一阵声响 听起来好像是史莱姆 亨利喊道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得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先下手为讲 不是史莱姆 卡拉吓坏了 太晚了 麦克斯指着朝他们绷过来的四只史莱姆说道 这种胶状生物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 等到中等个头的史莱姆蹦到大家面前时 史蒂夫他们也准备好攻击了 乔治亚拿着钻石剑刺中了一只史莱姆 接着他变成了两只小史莱姆 帮忙我 他喊道 麦克斯用尽了他仅存的一点力气粉碎了两只小史莱姆 三只绿色的小方块朝凯拉跳了过去 他迅速回击 但是只靠他自己 确实是力薄势单 史蒂夫一行人和凯拉一起反击这些胶状的绿怪物 每次他们激动这些会跳的生物 就会生出更多的史莱姆 真是没完没了了 看着一群小史莱姆朝着他们几个跳过来 亨利大喊道 史蒂夫被一只史莱姆击中了 瞬间他的生命值降低了 虽然他击中了一只史莱姆 但那个怪物已经跳到了高空中 猛扑向他 我们得帮帮史蒂夫 露西一边对付突袭他的史莱姆一边说 如果我们不帮史蒂夫 他会被杀死的 两只史莱姆围堵的史蒂夫 准备对他发起猛攻 史蒂夫越来越虚弱 已经没有力气用钻石剑刺他们了 他快不行了 他急需帮助 露西杀死了攻击他的史莱姆 迅速冲到了朋友的身边 不巧的是 另一只史莱姆又跳向他 亨利和凯拉加入帮助史蒂夫的战斗 一起对付史莱姆 史莱姆终于被干掉 消失不见了 现在还能听到史莱姆的声音吗 史蒂夫虚弱地问 他的朋友们站在他身旁 给了他一瓶治疗药水 看着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下去 他们都希望药水可以起作用 第五章 好多破坏者 史蒂夫喝了药水 终于恢复了气力 太阳此时也升起来了 他们继续上路 前往乔治亚的村子 他们穿越了沼泽地生物群系 又来到高山生物群系 他们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气 跨越了一座座白雪矮矮的大山 当他们站在山顶时 乔治亚看着远方说 我可以看到我的村子了 应该不远了 站在这儿还真是一览众山小 亨利告诉他 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还得走一段路呢 史蒂夫一行下了山 走进了森林 我们可别在这儿迷路 史蒂夫说道 这里有很多叶子 很难看清我们该往哪儿走 他们慢慢地穿过 落满叶子的小路 一直走到了一个丛林神殿门口 这个大神殿就坐落在一条小河边 大树的树荫几乎把神殿全遮蔽了 哇 路西喊道 宝藏 我们上次找的宝藏还不够多吗 史蒂夫不忘提醒 他此次上路的目的 我们得拯救史蒂雅的村子 夜幕马上就要降临了 村民们可能已经被晚上将要发生的攻击 吓得不行 我们得先考虑他们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路西回答道 大家计划继续朝丛林神殿前进 突然麦克斯悄悄地说 看那里有个彩虹破坏者 彩虹破坏者站在丛林神殿前 似乎正在威胁两个穿着皮质盔甲的无辜人 他们的盔甲无法保护他们 亨利盯着眼前的两个人说 彩虹破坏者拔出剑 冲着两个受害者刺过去 麦克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破坏者伤害无辜的人 他拿出弓箭瞄准破坏者 瘦瘦地射了出去 剑飞过绿油油的小路 刺激了破坏者的胸口 彩虹破坏者被激怒了 他扫了一眼森林 试图找到攻击他的人 两个穿着皮盔甲的人 趁机用木剑袭击了破坏者 破坏者想要反击 但是麦克斯又射了一箭 这次射中了他的胳膊 我们走 麦克斯一边领着大家朝着破坏者跑去 一边大声喊道 麦克斯等人拿出了自己的剑 包围了破坏者 直到把他消灭 谢谢 你们救了我们 我是苏菲 这是我的朋友塔迪阿娜 他微笑着问道 我们如何报答你们呢 大家一一介绍了自己 接着 麦克斯说道 你们不用报答我们 看着彩虹破坏者攻击你们 我们不可能还无动于衷 我们之前对付过他们 知道他们都是坏蛋 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彩虹破坏者 我还在想他五颜六色的 很好看 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开始攻击我了 苏菲说 我觉得他还有痛苦 塔迪阿娜提醒道 我确定神殿里还有其他破坏者 史蒂夫犹豫了 到底是进神殿攻击邪恶的破坏者 还是趁现在有机会快点逃跑呢 想到这儿 他担心破坏者会攻击进入神殿的无辜人 他问他的朋友 你们觉得我们应该进去吗 当然了 亨利高兴地说 但是我的村子 史蒂夫说 有了苏菲和塔迪阿娜的加入 我们的人肯定比村里的骷髅多 打败他们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史蒂夫说道 苏菲和塔迪阿娜对视了 接着苏菲说道 我们的装备没法跟任何人对抗 看看我们穿的盔甲 可不像你们一样有相钻装备 好吧 我们没时间在这里讨论了 麦克斯说 我们要去和邪恶的彩虹破坏者斗争了 他们造成了太多的伤害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麦克斯冲进了丛林神殿 一个彩虹破坏者盯着他 但是麦克斯用钻石剑刺中了他 亨利也刺中了一个破坏者 中箭后 破坏者的能量值降得很快 我去看看放宝藏的屋子 大伙攻击破坏者的时候 苏菲说道 卡拉跟着苏菲 他们在神殿里走来走去 在每个屋里搜索着彩虹破坏者 接着下楼来到最底层放宝藏的地方 麦克斯 亨利和史蒂夫也跟着他俩下楼 我们杀死了破坏者 他们下楼的时候 麦克斯告诉他们 苏菲和塔迪亚娜娜 露西问道 他们没进来 应该是回家了 麦克斯说 底层空荡荡的 由于藏宝谜题还没解开 宝藏还是原封不动的在哪儿 石砖上有三根栓 但是还没有人能激活上面的活塞 大家从上面静止走过 朝着放箱子的屋子走了过去 突然 一对惨红破坏者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麦克斯拿着钻石剑和破坏者打得不可开交 彭里朝他们扔了一瓶减速药水 露西 凯拉和史蒂夫奋力用剑攻击着破坏者 每个人都遭到了攻击 他们的能量也越来越少了 破坏者的数量实在太多 他们的人手太少 需要帮助 他们用尽了自己的作战技巧来抵御破坏者 但无济于事 史蒂夫知道如果没人帮忙 他们必输无疑 那他们就会在小麦农场上重生 一切就得从头开始 他们开始后会进神殿来攻击邪恶的破坏者 他用尽了剩下的力气 消灭了一个彩虹破坏者 但是也有两个从楼上走了下来 破坏者实在是太多了 麦克斯大声喊道 如果有人帮忙 还有一线生机 麦克斯希望成真的 苏菲和塔迪安娜从楼上跑下来 开始攻击彩虹破坏者 虽然穿着皮质盔角 但是他们的攻击技巧可不是脆的 三次攻击后 他们终于消灭了两个彩虹破坏者 史蒂夫跟拿木剑的破坏者扭打在一起 他一心只想赢得这场战斗 最后带着宝藏离开 第六章 花朵森林 最后一个彩虹破坏者被杀死了 史蒂夫和他的朋友们站在宝藏前 他们可不能踩到半锁肉 最后死在挖掘宝藏的路上 史蒂夫提醒他们 我们得越过去 史蒂夫拿出自己的岗 砸碎了石头墙 接着打开了箱子 里面全是钻石和腐肉 恶心 凯拉看着腐肉说 谁在乎这些腐肉 露西说道 看看那些蓝色的钻石 史蒂夫给每个人都分了一些钻石 现在你们可以制作钻石盔甲和钻石剑了 史蒂夫告诉苏菲和凯迪阿娜 谢谢 苏菲说道 临近黄昏的时候 他们找到了一个暂时栖身的地方 天快黑了 史蒂夫说 我们应该待在这儿 好主意 这儿有很多火把 可以帮我们吓跑邪恶的怪物 麦克斯说 苏菲和卡迪阿娜朝神殿出口走去 你们要去哪儿 露西说道 你们帮了我们很多了 凯迪阿娜说 我们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们希望你们留在这儿 乔治亚说道 我们也想交新朋友 苏菲和卡迪阿娜面带微笑 真的吗 苏菲说 你们太好了 几个人等着黎明的来到 乔治亚来回夺步 她很担心村子 不知道今晚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也不知道村子会被骷髅害成什么样子 被骷髅祸害 苏菲问道 乔治亚跟苏菲讲了村子遭受骷髅攻击的时候 苏菲很沮丧 我们也想帮助你的村子 我们的经历很相似 我的村子也被毁了 只有我和塔迪阿娜活了下来 我们村里有个叫埃洛特的铁匠 还有很多不错的店铺 现在一切都没了 有人说埃洛特活了下来 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埃洛特 十一夫兴奋的说 我们村里的铁匠也叫埃洛特 真的吗 苏菲很惊讶 说不定就是同一个人 等我们帮乔治亚的村子度过难关后 你们可以和我回去 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你们肯定会喜欢我的村子 那儿很和平 每一人都很友好 我还有个很棒的小麦农场 史蒂夫说道 听起来很不错 史蒂夫 苏菲说 塔迪阿娜补充道 再次有家的感觉真好 你们能和我们一起抗击骷髅 我打心眼里高兴 乔治亚微笑着说 太阳升起来了 他们走出了丛林神殿 令他们惊讶的是 花朵森林就在不远处 乔治亚看着五颜六色的花喊道 看 我就跟你说不远了吧 我们就快到了 今晚就可以拯救我的村子了 他们走进花朵森林 史蒂夫被红色 橙色和粉色的郁金香 所吸引 小兔子在花丛上自在地蹦来蹦去 小兔子 苏菲喊道 真希望我现在有胡萝卜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养一只新宠物了 离那些兔子远点 苏西提醒道 我们曾遇到过一只杀手兔 杀手兔根本不存在 塔迪阿娜说道 不 真的有杀手兔 麦克斯大喊道 不久前 我们差点就被一只兔子杀死 苏西走到一处郁金香前 我们应该采点花 用它们来给你们的皮盔杂染上颜色 苏西跟苏菲和塔迪阿娜说 他们采了几朵郁金香 香味葵和橱菊 我们不能在这里花太多时间采花了 乔治亚提醒道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得在晚上之前到达村子 还得穿过平顶山生物群细呢 但是这些花真的很美 我想再待一会 卡拉说 麦克斯看到鲜艳的花丛 后面似乎有东西 他觉得应该是只兔子 可是当史蒂夫走近麦克斯看到 有生物移动的花丛旁 采摘花朵的时候 麦克斯大喊道 史蒂夫小心 可惜已经晚了 一只彩虹破坏者靠近史蒂夫 用钻石剑刺中了他 史蒂夫的生命值变得很低 史蒂夫 露西大喊道 他去哪里了 卡拉问道 麦克斯用钻石剑刺中了彩虹破坏者 其他人也都朝着破坏者跑过去 把他包围起来 最后消灭了他 真不敢相信 史蒂夫竟然死了 露西开始哭泣 说不定他重生在了卡拉加 但是他应该没法及时赶回来了 乔治亚说道 麦克斯走到花丛边捡起史蒂夫的东西 他拿着史蒂夫的剑回到了队伍中 这是史蒂夫的钻石剑 露西哭着说 他好不容易得到了钻石 打造了这把剑 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拯救自己的村子 免遭僵尸的攻击 但现在他竟然没有剑了 就算他想要回到这里 也没法保护他自己 我们应该怎么办 亨利问道 我们应该回小麦农场吗 卡拉问道 我很矛盾 乔治亚说 我想帮史蒂夫 但我也得救自己的村子 这实在是太让人沮丧了 麦克斯捧着史蒂夫的钻石盔甲 史蒂夫也会用得着这个的 可怜的史蒂夫 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一定难过的心都碎了 我想也是 露西很同情史蒂夫 突然一支线设向了大家 天哪 麦克斯大喊 又来了很多彩虹破坏者 卡拉希望自己也能被杀死 这样就可以回到小麦农场帮史蒂夫了 可惜 麦克斯两下就消灭了破坏者 他不愧是个厉害的剑客 他本盯着远处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破坏者 他们似乎都走了 麦克斯看到有东西在移动 他拿出弓箭 准备开始射击 不 别射箭 一个熟悉声传了过来 史蒂夫 卡拉欢呼道 你怎么来的 乔治亚大吃一惊 我的朋友 艾里克斯曾叫过我瞬间移动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招 感觉自己跟墨影人似的 这法词还真管用 我太高兴了 现在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抗击邪恶的骷髅了 史蒂夫笑着说 亨里朝着史蒂夫跑了过去 但一只箭射过来 阻止了他们两个人 他们和彩虹破坏者的战役才刚刚打响 第七章 令人发狂的怪物 彩虹破坏者射出了密密麻麻的箭 露西中了箭 不过他的力量只是削弱了一点 其他人都避开了飞向他们的箭 史蒂夫从背包中拿出一瓶伤害药水 冲破坏者扔了过去 破坏者受了药水的影响 没有足够的力气再向史蒂夫和他的朋友们射箭了 逃吧 史蒂夫告诉他的朋友们 绝不能放过这些破坏者 亨里快速朝着散红破坏者冲了过去 用钻石剑刺中了其中一个 史蒂夫和其他人跟着亨里 用手上可用的武器攻击他们 很快 破坏者就被消灭光了 我们前往平顶山生物群戏吧 亨里说道 他们一行人艰苦跋涉穿过了开满花的平原 到了一个长着稀疏灌木和花朵的地方 红色的黏土砖上映着花朵的影子 史蒂夫和朋友爬到了山顶 前面就是了 站在山顶的乔治亚可以看到自己的村子 看起来有些商铺着火了 肯定是有人用了炸药 乔治亚 很快就可以和朋友团聚 拯救自己的村子了 露西说道 史蒂夫拿出岗 开始挖黏土地 你在干嘛 卡拉问道 这种黏土很适合做材料 乔治亚 你也应该拿一点 史蒂夫知道乔治亚是个厉害的建筑家 他是参加蘑菇岛的建筑大赛时遇到乔治亚的 史蒂夫把黏土放入背包 突然他发现了红色的沙子 这些沙子也用得着 几个人和史蒂夫一起开启收集黏土和沙子 我想把所有的黏土都给你 这样你就能在我们村子里建很多漂亮的建筑了 凯拉边收集边说 正当他们快挖完黏土的时候 乔治亚说道 我觉得我们天黑前就能到达村子 我太激动了 我们该走了 史蒂夫告诉大家 他们爬上了一座小山 下了山就是村子 乔治亚告诉大家 快到山脚下的时候 天上闪过一道蓝光 那是什么 卢西问道 还没等他听到回应 一头三头凋零突然出现在他们前方 凋零飞过平顶山的上空 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声响 可能是彩虹破坏者派他来的 苏菲尖叫着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上次是怎么做的 乔治亚努力回想着他唯一一次遇到凋零的情景 上次他们参加建筑大赛时也遇到了凋零 一个破坏者召唤他来毁掉比赛 快点拿出你们的弓箭 卢西大叫道 我们要在他消灭我们之前攻击 先别射 麦克斯提醒道 他最初降临的时候 用箭根本上不到他 凋零还在重生 他会越来越强大 就当凋零从他的三只头中爆出第一个凋零头颅的时候 麦克斯在喊道 快!就是现在! 苏菲和塔利安娜 亨利喊道 你们要藏在山后作战 你们的皮质盔甲还不足以抵挡凋零头颅的重击 史蒂夫最快的速度射出了箭 即便瞄准了 还是没能射中凋零 凋零飞到上空中 把凋零头颅射向了他们几个 一只爆炸头颅击中了凯拉 凯拉!你没事吧! 苏菲大喊道 同时拼尽全力射出很多箭 我没事!凯拉说道 你需要从背包里拿点牛奶泼 麦克斯对着凯拉大喊 那样你就能从凋零的攻击中恢复了 凯拉喝了牛奶 很快就恢复了能量 可以继续朝着那个会飞的黑色生物射箭 凯零被箭射中了 它的能量在不断减弱 但仍旧强大 凯零头颅爆炸的时候 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叫 这场战斗看起来一点赢的可能性都没有 史蒂夫他们担心会输 乔治亚的村子就近在眼前 但是一切都要结束了 很快他们都得回到小麦农场了 黑色的凯零头颅继续在他们身旁 一爆 史蒂夫几人一边继续朝凋零射箭 一边防守 他们几乎把箭都射完了 凯零终于开始节节败退 露西冲着漂浮的三桶凋零跑了过去 冲着它扔了一瓶伤害药水 凋零的伤分值很快就消耗了 麦克斯又射了一箭 接着凋零又爆出了一个头颅 幸好 苏菲冲它扔了一桶水 凋零想要反击 但它实在是太虚弱了 你们不能再朝它射箭了 我们带用箭 麦克斯告诉大家 同时用钻石剑刺冲了凋零 大家都带有牛奶在手边 它可以帮你们从凋零的攻击中恢复过来 他继续说道 他们几个轮流攻击凋零 刺中它后就退回去 凋零爆炸了 在平顶山上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随后便消失了 一个下界之星掉到了地上 终于赢了 乔治亚欢呼道 我们得马上去村子 天很快就要黑了 不过还是来不及了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他们只能加快脚步朝村子赶过去 晚上 他们需要待在乔治亚的家里 好好睡上一觉 碰 突然 他们听到了远处的爆炸声 怎么回事 卢西问道 不知道 乔治亚紧张地说 听起来好像是从我们村子里传出来的 第八章 骷髅 战士 随之厌恶的降临 乔治亚向自己家跑了过去 就在那 他对其他人喊道 他们走到房子边上 用石英建的房子非常雄伟 哇 真漂亮 露西欢呼着 他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一想到要在这儿过夜 他就很开心 麦克斯点着了火把 放在石英墙上 看看你的农场 史利夫走进了乔治亚的农场 爆炸基本上把农场都毁了 地上只剩下烧焦的草和几个尿了的玉米 看起来是破坏者干的 亨利说道 有炸药的破坏者 药我说 更像是苦力怕爆炸导致的 凯拉说道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帮你重建农场的 史利夫说 怎么连一只骷髅也没看到 露西说 可能我们错过了他们的攻击 我们先睡觉吧 乔治亚一边说 一边邀请他们进屋 乔治亚的客厅里有个巨大的喷泉 从全景窗户可以依赖烧焦的农场 敏约还能看到远处黑漆漆的平顶山 他们走在镶着钻石的地板上 参观了房子 没走到一间屋子 他们都会停下来看看 人里的秘书 乔治亚带众人上楼 大家可以每人住一间 我们有自己的卧室 麦克斯问道 一般情况下 能有自己的床就不错了 在这儿 只要喜欢 你们就可以有自己的卧室 乔治亚让每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房间 选好后 大家就上床睡觉了 睡醒了 乔治亚让朋友们和他一起去厨房 厨房里的花岗盐台面上放着很多箱子 里面装满了食物 他给大伙拿了一些蛋糕 他们一边吃着可口的食物 一边想着计划 骷髅一般什么时候来 哈利看着窗外闻大 太阳落山的时候 乔治亚说 麦克斯看到村民们从乔治亚的窗外跑了过去 我觉得骷髅已经来了 我们得去帮忙 太奇怪了 现在还是白天了 什利夫说道 麦克斯跑到门外 雨滴落在了他的头盔上 下雨了 雨天没有阳光 所以骷髅才能活着 什利夫一行人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朝着村子冲了过去 外面的大雨倾盆而下 乔治亚并没有夸大事实 几十个骷髅正把剑射向村民 乔治亚的一个邻居用炸药来反击这些只有骨架的生物 并成功杀死了一小群骷髅 我在想 你的农场被毁了 是不是该找那个人负责啊 什利夫指着那个拿炸药的邻居说道 那是我的邻居尼亚 她一直和我一起对抗骷髅 就算她倒掉了我的农场 也是在消灭骷髅时造成的意外 什利夫跑到了尼亚身边 看到她回来 尼亚很兴奋 你可以帮我们对抗骷髅了 尼亚说道 我带朋友来了 乔治亚告诉尼亚 太好了 骷髅进攻越来越猛烈了 我们正好需要帮手 几个礼拜以来 我们都是夜间受到攻击 现在竟然连白天也躲不过了 太难以置信了 我的炸药就快要用完了 一对骷髅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麦克斯射了一只剑 凯拉把一记伤害药水 撒向了这些行尸走肉般的怪物 被消灭的骷髅的骨头和剑 都落在了地上 炸药消灭了大多数骷髅 如果只用空剑 根本无济于事 尼亚说着 又把炸药扔向了几个骷髅 尼亚用炸药攻击的时候 一大堆骷髅涌下山来 看得不错 麦克斯欢呼道 看来你有求生的法子 乔治亚说着 我不觉得炸掉一堆骷髅 就能活下来 这不过是狗言残喘 我一整天都在为晚上的进宫做准备 根本没时间种田建房子 尼亚很沮丧 听起来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看来太阳快出来了 大家去我家想个办法吗 乔治亚建议道 雨停了 他们几个回到乔治亚的大房子 一走进门 大家就议论起来 每个人都对这些骷髅进攻的幕后操作者有着自己的看法 这些进攻背后肯定有个主谋 因为晚上一般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骷髅进攻 麦克斯猜测道 谁会这么做呢 我们的村子一直很和平 乔治亚不愿相信有人把他的村子当成了攻击目标 可能这个主谋是出于忌妒 谁让你们住在这么漂亮的村子里呢 苏菲说道 有可能 但是我们需要找出幕后黑手 只有这样才能阻止骷髅的进攻 乔治亚当机立断 她实在被折磨得够呛 不 麦克斯大喊道 看看窗外 又下雨了 又来了好多骷髅 真的是没完没了了 尼亚已经筋疲力尽 但还是不得不拿起炸药 走到房子外面 面对窟窿的进攻 其他人跟着尼亚走了出去 他们拿着弓箭和钻石箭 窟窿们看到了从乔治亚家出来的人 便朝他们射去密密麻麻的箭 看那个绿 还没等露西说完 乔治亚就打断了她 有苦力怕 乔治亚大喊着 退后 麦克斯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大喊 雨要是不停 我们就得一直打下去 尼亚拿着炸药说道 闪电击中了苦力怕 正好给她充了电 让她变得更加强大 苦力怕悄悄地朝着乔治亚的房子爬了过去 爬到乔治亚农场的时候 苦力怕碰到了一个骷髅 碰 苦力怕的爆炸消灭了三个骷髅 乔治亚 你的农场已经被烧了个金光 史蒂夫说道 雨越来越大 村子上空雷雨交加 我们能去你家吗 露西问道 不 我们得对付骷髅 乔治亚说 尼亚又用一只炸药消灭了几个骷髅 应该没有其他骷髅了 麦克斯看着远处说道 可能今天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乔治亚说 别高兴得太早 史蒂夫指着远处正朝着他们走来的骷髅说 其中一个骷髅朝史蒂夫射了一只箭 正中他的胸口 我的能量快没了 史蒂夫紧张地喊道 麦克斯刺中了一个骷髅 把他消灭了 史蒂夫一行人冲着骷髅不停地射箭 终于消灭了这群怪物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凯拉说道 雨就要停了 太阳马上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想出对策 没错 我们需要重新计划 我的炸药攻击战略效果不大 尼亚说道 而且我们没多少时间 下了这么久的雨 早晨的一部分时间就这么浪费了 乔治亚打开房门的时候告诉大家 这一次进屋大家都很沉默 他们都精疲力尽 虽然想出对策很重要 但是现在他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们站在乔治亚的壁炉前 享受着雨后的温暖 突然 他们听到门外传来了说话声 是谁 乔治亚问道 那么多不在乔治亚 这就能够耳朵 继续 有点 感谢观看